维护罗马古迹自然是意大利人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但是千年不变的古城 如今也开始出现了未来城市的景观 当然不会在市中心 而是在罗马南端的郊区 犹如一朵云的国会中心 或者是古城第一座摩天大楼 我们一起来看看古城的前卫建筑 千年古城罗马随处看去都是历史古迹 中古世纪狭展崎岖的小巷 文艺复兴雕梁画道的教堂 百年不变的景象或许是考国家的天堂 但是对于当代建筑师来说 它却是无法发挥的舞台 好在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地 往郊区发展 距离罗马南端五公里的商业区 这里曾经是穆索利尼 企图建设的未来城市 却碰上二战没机会完成 70年前盖的法西斯风格建筑 当年可算前卫 70年后 这里将再度成为 罗马未来建筑的诞生地 You have a big hole for convention After you have a piazza After you have the cloud The cloud 一朵悬空 却被锁住 怎么样也飘不走的云 这里是意大利的新国会中心 线条极简的玻璃建筑里 有个形状特殊的会议厅 它仿佛是用一层又一层的白色布料包裹 白天可以透光 晚上开灯 整座建筑像是会战斗一样 任何角度看去 它都有不同的视觉效果 而罗马也将出现 第一座摩天大楼 名为天空塔 其实只有28层 却已经是罗马天际线 第二高的建筑 因为第一高 永远只能是它 138多尺的 梵蒂冈圣灵的大教堂 A skyscraper becomes a major modern emblem 天空塔在未来一到三楼 会作为办公商场 四楼以上是住家 它是罗马第一栋 综合多功能的现代建筑 从The Cloud到天空塔 它们都象征 罗马积极地向郊区发展 打造不同于古城 属于自己的独特景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